大家午安大家好 首先我也代表中山大學 歡迎在座很多貴賓 力臨今天的我们这个学校 第四五届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得主 张一佳当同学 这个班正典礼 在场有很多我们这个 坐轮椅的朋友 那最感谢还是我们周大观 文教基金会的 应该是董事长 就是周大观的爸爸 周大观我刚才也看到 山苏姬主教 还有很多我们的贵宾 我们的朋友 大家午安 现在应该是一个非常感动 或是感人的时刻 我们学校张一佳同学都这个讲 但是我们翻开一点点 这个周大观文教基金会 以前这个基金会成立的宗旨 或到今年办第四五届的全球热爱生命奖得主的颁奖典礼 刚才那个周宝宝跟我讲 他已经有三十五个国家的得主 已经超过快到三百人两百多人的得主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看 当然我们也可以回顾一下周大观 这个小朋友 小弟弟的一些故事 那最重要的是 伟大的地方是 我们周大观 周爸爸跟周妈妈 把这一份周大观的故事以后 昇华到 好像全球的热爱生命的活动 这是很不容易的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想这个所有的故事 或者是我们这个活动 不仅给我们所有 不管是做轮椅的 像我们上周西古教人 他是得癌症的 这些甚至对生命非常艰苦的朋友 都得到很多 得到很多互相鼓励 或者说得到很多 有希望的这种生活故事 或者说让我们也有很多 生命升华的动力 我看也在过程里面 也给我们 就是我们一般 一般这个 感谢观看